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英国首相斯塔莫昨天到访美国 这是他今年7月上任之后 时隔三个月再次去到美国 外界预料 斯塔莫这一趟行程呢 是希望拜登能够支持他 允许乌克兰使用英国的暴风之营远程导弹 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 而这个暴风之营远程导弹 是使用美国组件制造的 不过呢 拜登和斯塔莫会面之后 并没有就允许乌克兰 向俄罗斯发射西方提供的远程导弹 做出任何决定 会面结束之后 斯塔莫向记者表示 他和拜登进行了广泛的战略讨论 但这并不是一次 关于特定军事能力的会议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呢 已经发出警告 西方一旦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 俄罗斯将和西方开战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美国呢将智力和英国 站在同一阵线 协助乌克兰 抵御俄罗斯的猛烈侵略 确保俄罗斯总统普京 不会在这场战事中得逞 以及乌克兰人民将会获得胜利 至于英国首相斯塔莫 则表示 未来几周和几个月 可能会很关键 英国和美国 需要在这场 关乎自由的战争中 支持乌克兰 这非常重要 英国首相斯塔莫 昨天抵达美国华盛顿 前往白宫时 受到美国总统拜登欢迎 拜登先是反驳 外界传闻指 美国和英国无法合作 他说事实上 两国一直以来都在合作 斯塔莫与拜登这一次的会面 主要会谈到 乌克兰提出 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程武器 以对付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请求 不过在两人的会谈结束后 斯塔莫被记者追问 是否和拜登在俄乌冲突上 有任何决定时 斯塔莫并没有正面回应 只是强调 两人讨论了很多课题 另一方面 针对早前美国指责中国 在俄乌战争中 提供俄罗斯武器材料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耿爽反驳说 美国在传播虚假信息 再次扭曲污蔑中国 在乌克兰课题上的立场 中方没有向冲突 任何一方提供武器 始终严格管控 军民两用物相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客观公正 我们希望美国 不要继续冲耳不闻 这些和平呼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quas bruk 教终与去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